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随机变数 在介绍随机变数之前 我们先复习什么叫做函数 所谓函数 我们在数学 我们曾经提过 函数就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那么我们把它画出来 假设左边这个地方 这是左边 这叫做定义域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ABC好了 那么对应来说 它有这个叫做直域 这边叫做定义域 那么这些箭头 就代表它的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个对应关系 这个方选就是F F将A对应到2 F将B对应到3 F将C对应到1 这就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我们就称这种叫做函数 我们就称这种叫做函数 那么当然像这种也未必是一定要一对一 不过我们大略的先介绍了一个函数的观念 就是一种对应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随机变数 什么叫做随机变数呢 是这样子的 随机变数是定义在样本空间的一个十数值的函数 就是说它定义在样本空间上面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了解 这样子的话呢 例子来说就比较容易知道了 现在假设这是一个袋子 这边有三颗红球 两颗黑球 三颗红球 两颗黑球 好 那现在我们从这个袋子里面 抽出两颗球 当然是随机的 抽出两颗球 X代表的是什么呢 抽到的红球的个数 那么X的可能值 这就是一个随机变数 跟几率有关的 这个X的话呢 可能的值有哪些 我们来想想 如果我们抽两颗球的话 X代表的是红球的个数 我们有可能是 0代表什么 完全没有抽到 一个红都没有 就是两个黑就对了 也有可能是一个红球 也可能是两个 两颗都是 两颗都红球 一颗红球 没有红球 那么X等于1 X等于0 X等于2 像这样子的表达方式 这个X就是随机变数 那么假设是抽三颗球呢 那么X的值就可能是多少 现在假设我们抽了三颗球出来 那么我们来想想 三颗球里面 一定会有一颗红球 不可能三颗都黑球 所以我们抽出了三颗球 至少 X至少是1 也可能是2 也可能是3 所以这个X 跟我们抽出来的这个 样本空间里面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称这个叫做随机变数 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有了这个X以后 我们还考虑什么呢 对应 它对应过去 一个X对应到一个几率 这个几率 是这样子对应的 这样对应的 我们一个条件 这个几率的总和 一定要是 总和一定要1 因为它绝对都要 百分之百都要出现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 这个几率值 当然是小于等于1 大于等于0 绝对都介于0到1之间 也有可能是0了 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 这样子的对应方式 我们就称为 这个叫做几率函数 也就是所谓的几率分配 那么一般来说 随机变数的类型 有两种类型 间断型 是说这个值域 值域是有限的 或者是可数的无限 就像是 我们抽到几颗红球了 一颗两颗三颗 一二三 像这样子的 就是所谓的间断型的 所谓连续型的话 它的这个值域的话 是我们没有办法数的 就是说 它是值数的一个区间 区间的一个连级 比如说像什么 像是体重 或者是身高 因为它中间并不是间断的 它中间是连在一起 或者是我们在叙述 头发的根数 那么这些的话 都是非常多 非常多 可能的话呢 无法去一根一根的数的 像那种情况来说的话呢 我们都把它定义成 连续型的状况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个 间断型的随机变数的例子 丢一个铜板三次 连续丢三次 X代表的是出现正面的数字 那么试求 所有的X的可能值 正面 如果它是一个公正来说的话呢 正面那就是 它可能会出没有正 就是反反反 也可能是 一正 也可能是两正 也可能是三正 那么我们想想看 这个是零正 一正 两正 三正 所以X的值有哪些 X的可能的值是 零 一 二 三 这四种可能 那么问题来了 他要问第二个问题 X等于一之值 就是所谓的 当一正的时候 它的几率是多少 来我们来想一想 所谓的一正 不一定是正反反 它可能是 反正 反 也可能是 反反正 这叫做一正 所以我们来想一想 那怎么做呢 三个里面 这个题目 我们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二项分配的状况 二项分配就是 三个位置里面 我们挑一个来放正 那么正的几率是多少呢 二分之一 有一个 反的几率呢 也是二分之一 它又出现两个 所以 X等于一的几率是 三乘以 八分之一 等于八分之三 那么 这就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 间断型的随机变数的实例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个随机变数 有的时候是间断 有的时候是连续 我们要如何来判断 来我们来看看 丢一个铜板 一百次 反面出现的次数 那这个非常的明显 这个是什么 这是间断的 这是间断的 就是次数是 0 1 2 3 4 5 6 所以这个 很明显的 这个没有问题 写一份实体考卷 所答对的题数 那么 这个当然也是间断的 因为答对的题数 一题 两题 三题 四题 五题 六题 七题 八题 九题 十题 所以这没有问题 这也是间断的 一个人的体重 那就是连续的了 体重的话 是 并不是一公斤 两公斤 其实它有1.5 1.6 1.7 1.67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所认知的体重 它只是一个概股而已 吃一个便当 所得到的热量 那中间也是 完全没有间断的 这个 是 也都是概股 我们一般来说 都不是整数 我们都是 一个连续的状况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 就是一个 随机变数的 一个观念 那么 这个随机变数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到后面 我们要 介绍的一些 几率分配 几率的理论 都是从随机变数 这个理论开始的 那么 有了随机变数 我们才有 几率分配 也才会有 统计学的一些理论 那么几率分配 我们要注意 间断的 跟连续 这两种 都很重要 都是很常见的 那么 这个 连续 我们需要一些 就是 微积分的一些基础 那么 我们还要一个 提醒同学 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几率 跟比例的关系 其实就是 两个就是对等的 比如说 我们这里 有100个同学 100个里面 有50个男生 50个女生 那么 请问一下 男生的比例多少呢 二分之一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几率来说 我随便抽一个人 是男生的几率呢 那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什么叫做几率呢 几率其实跟比例 就是相等的 观念